大家好,我是惠惠 玉米面是一种很营养的粗粮 很多人都喜欢吃 玉米面好吃,大多做法单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玉米面好吃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不仅营养翻倍 而且特别好吸收 首先往小碗里面倒入50克的玉米面 再加入100毫升的牛奶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碗中打入4克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先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取一半的葱花 放到鸡蛋叶里面 放入一克的食用盐增加一下底味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先放一边备用 锅里面倒入300毫升的纯牛奶 大火把它烧开 煮开之后关火 再把这个玉米糊糊呢 搅拌一下,倒入锅里 用铲子给它搅拌均匀 用热牛奶把玉米面烫一下呢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 同时也会非常的好消化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倒入大碗里 稍微晾凉 用筷子搅一搅 这样子凉的会更快一些 晾至45度的时候 倒60克的高筋面粉 没有高筋面粉的话 用普通面粉也是可以的 再次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比较细腻的糊糊 把另一半葱花加进来 再放入一克食用盐 增加一下底味 再次充分的搅拌均匀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舀入一勺糊糊 放入烤盘里面 先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选煎烤模式 先烙两分钟 看一下现在已经定型了 再往里面舀一双鸡蛋液 盖上盖子 继续给它煎 两分钟 看一下 这个已经定型了 哇 看一下 非常漂亮吧 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看一看 你的非常简单又好吃的 玉米面牛奶小饼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 看着就非常的好吃 做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子做的早餐饼 有粗粮 有牛奶 还有鸡蛋 吃到肚子里面呢 营养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小饼非常的柔软 吃着也是非常的好消化 颜色非常的漂亮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孩子吃起来也会食欲大开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货货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